24勝21賦來自西南賽區的新奧爾良唐我今季第二次 和來自東岸中央賽區的芝加哥公牛對決 公牛雖然在開季3勝20賦但由12月中開始 23場裡面贏了15場 進入這場比賽之前18勝28賦 仍然都在東岸的8位之外 今天公牛的空位基斯道恩仍然因為腦震盪 所以要捲勤 在陣容方面 沙克拿分連續第五場擔任正選的位置 兩隊球隊近五場的賽事贏了四場 可以說近方都頗不錯 一開始馬卡龍在進攻方面頗進取 唐我刻意推快節奏 找到莫雅這個三分球不進 但最後把握到第二次機會得分 公牛一開始其實他領先13比5 然後唐我的三分手感開始慢慢建立 相反原本三分球較強的芝加哥公牛 今天在第一節中開始之後 三分的火力就稍微順勢 麥卡倫作為來自芬蘭的新仔 這位七尺高的前鋒 今天在第一節只得到剛才兩分而已 看見第一節這邊猜到一個HESITATION MOVE 轉邊轉到被Jermaine Nelson 在各地把握到三分球 亦表示表現了新奧二良唐我在第一節 三分完全壓倒了公牛 但第一節唐我入五個三分 公牛九頭只中一 令到唐我在第一節先領前25對21 在第一節唐我隊保護的防守籃板保護得頗不錯 令到進攻籃板阿哥一球都拿不到 卡申士今天在進攻表現很全面 面向南框拿兩分 接著這邊波迪斯加上米努迪的組合 米努迪在這邊one on one 接著對著米拿利用高度轉身一個fade away 米努迪在第二節單節得多7分 但都未夠他另外一位隊友 就是謝里欣格蘭今天的表現為好 柳華巴送出華倫泰三分球 這球呢都是不進 然後在第二節見到很多時候 新浩二良唐我就是把握這些 由雙塔所組成的轉手圍攻 今天其實進入到第二節之後呢 這一場比賽可以說和大家一起坐過山車 在中央的時間 新浩二良唐我曾經領先成13分之遠 當時比數39比26 不過跟著呢 芝加哥的公牛慢慢整起革命 而在唐我方面 三分球也都有繼續的進將 在第二節得多4個三分球 打完上半場呢 9個三分球 對著公牛只得到3個3分 很強烈的對比 看到呢 就是整體進攻 或者手感 都是呢 上半場的唐我比較好 而AD呢 對著麥卡倫這個對決 很多oneone的情況 今天AD都是打得好的 麥卡倫呢 打完整個上半場 只得了2分 相反在唐我方面 東尼戴維斯 和卡申斯 兩個打完上半場 合起來拿了22分 一個拿12分 一個拿10分 打完上半場 當時唐我仍然領先 不過呢 領先的優勢呢 由13分 被公牛拉到 只是呢 是相差6分 接著去到第三節 一開球 已經被公牛打了一段 10對2的攻勢反超前 幸好啊 卡申斯這邊呢 入球3分球 將比數呢 慢慢就提升回 給了呢 就是唐我有一點點優勢 又用回雙炭的組織啊 卡申斯 胃下去給安東尼戴維斯 男弟搞定 第三次呢 唐我一個表現呢 就在聯盟裡面呢 一月呢就是 效率是很低的 這裡呢 回後場的速度太慢了 走掉了 麥卡倫呢 令到呢 他接應了呢 格蘭的全球呢 就是一個拆領屋 今天呢 格蘭呢 在先發控衛的表現很好呢 有13次的錯攻啊 取代了 Chris Dunn擔任正選 即使是3分不0 但是公牛嘗試 繼續往內線 在近顏色地帶邊的進攻 質詩丁 賀烈迪 這一位呢 是在唐我 祖魯賀烈迪的哥哥 去到第三節 手感越來越好 因為在頭兩節呢 作為其中的3分射手 他的表現就真的強差人意 但是去到第三節呢 被他單節搶了7分 累積有13分 當然 在唐我屋的陣中 安東尼戴維斯 和表弟卡申斯呢 繼續呢 在進攻方面 還沒停過手的 一味撞完 安東尼戴維斯 第三節得多9分 打完三節 累積有21分 表弟卡申斯 單節都得多12分 加上拿了22分 但是比數方面 因為在第三節的中段呢 被公牛曾經打過一段9對0的攻勢 令到呢 完結了三節之後 比數雙方是81分手的 看見呢 第四節一開始的時候呢 公牛一班球員呢 就開始踏著華倫泰的一個3分球 看見呢 很刻意推快的節奏 米勞迪在角位呢 已經步了很久了 進入了這個3分球 變成第四節的開段 打出一個8比0的攻勢 而珍德利呢 立刻請求暫停 儘管在3分線上面 公牛不是說真的出手這麼多 但是一路往內線進擊 也都看到 新奧爾良唐鵝去到第四節呢 整體那個防守力 開始脫漏較多 簡單被公牛打進去內線 一路呢 幾乎是從兩分球和罰球呢 就是搶分 也都加上呢 是唐鵝去到第四節之後 三分開始呢 就是手感下滑 這裡靠這裏 積極地把球搶回去 是 曾經落後17分的情況之下 現在看到第四節 在最後的5分鐘 慢慢慢慢利用一些 內線進攻 追上來了 後戰身對著馬卡倫 今天呢 可以說AD呢 完全是吃著他 還以為呢 只能攻流到第四節的中後段 曾經領先過17分很多 是想不到卡申斯和阿東尼達維斯 兩個重返陣中 又用雙探的高低位拆翼 在後段的時間 打了一段21對2的攻勢 再看這邊 加多一個三分球給他 No 這邊不入中路的三分球至真 祖路賀烈迪 整場的比賽 只是入了兩個三分球 但其中這個三分球 大力唐鵝可以在最後剩下不夠1分鐘 追成平手 而去到第四節 折尾更加之多的戲劇性的發展 麥卡倫把握呢 就是卡申斯回到板凳路 壓住跟凌涵 拿多2分追回平手 而去到唐鵝再領先2分的時候 最後關頭 被則斯丁和賀烈迪 搏到有3個罰球的機會 因為時間只剩下0.3秒 本以為呢 在常規賽有接近八成罰球 命中率的 則斯丁Holiday 有機會可以在關鍵時間 帶領公牛反超 誰知道 3個罰球 最後炒了最後一個 令到兩隊要進入加士賽 看到呢 就入到加士 很單靠卡申斯的表現 看到曾德里 其實打完整場賽事 樣子都很呆滯 想不到自己球隊 真的可以追上來 這裡一開始 你也知道公牛呢 繼續用那些手 Pick and roll 在奴迪沙都接近 駁了一個N1 其實表弟卡申斯呢 在常規時間完結前 已經拿到大三元了 33分20個難反 10個助攻 第一個加士階段的關鍵發展 在於公牛呢 能夠有更好的把握度 麥卡倫這邊呢 就是承著表弟卡申斯 在扎底線的時候 速度較慢 成功入樽搞定 然後這一刻 謝利欣格蘭上籃的時候 駁到一眉狀元 安東尼戴維斯的犯規 也都令到AD 是六範畢業離場 當時加士階段 還剩下了兩分鐘多些 令到卡申斯沒有AD的情況之下 要孤身作戰 再看看這一球 在落手的時候 駁到格蘭 令到他六月離場 這一段利用卡申斯來進攻 回到Ian其勒 進攻做得好 但Ian其勒 送個airball給自己的隊友 令到球賽要進入到雙加士 在第一節的加士階段 李偉大家的手感都弱 令到這場賽事 進入第二個加士階段 接著就是表弟的世界 卡申斯 首先在第二節 第二個加士階段 一開始 壓著拿著五範在身的盧比斯 就拿到兩分 然後再做一個三分球 令到在加士階段 和我曾經領先過五分 不過公牛 都是繼續用回 在內線方面 一個對錯位的優勢 給到盧比斯在藍底多次見攻 這個底線球 很大意的失誤 給不到卡申斯 直接被麥卡倫罵到 接著博到犯規 驚險又驚險 領先四分 打算很淡定 但是這裡為摩雅的一個小失誤 被麥卡倫罵到他的界外球 兼加博了兩個罰球 都入了 令到兩隊只拉近去 130對128分 是兩分之差 今天Energy上也是一個差距 在進攻籃板上 我看到堂了15對6 3分也是16對8 就完成下幾天的功能 幸好表弟在關鍵時間 兩個罰球搞定了 最終的全場比數是 132對128領先 而Demarcus Cousins 整場比賽 拿了44分 24個籃板 和10個助攻 是繼1968年 說的是60年前 張伯倫曾經在一場賽事 拿超過40分 20個籃板 和10個助攻之後 MV歷史上的第二人 最終新奧二良和我 132對128 在商家市情況下 擊敗芝加哥功能 除了他們今季第25場成像